佛菩萨的思想见解是正知正见 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决定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法呢 我们从事实里面去细细观察 祝佛菩萨生生世世修行 他的经历太丰富了 他们的心清净 能知道过去时 也能看到未来时 这个话不是假的 我们心思迷惑 过去深重的事情忘掉了 忘得干干净净 偶尔在梦中起先行 一般人都会做梦 梦里面许许多多的境界 多半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现象 那些种子不是现在 这是没造过的事情 过去深重的 所以从梦中 所以从梦中你要仔细去思维观察 能得到一点过去身中所造的意 讯息 讯息 能够得到一点讯息 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修到清净心了 自己过去 深深事实的状况 就又想起来了 能够回忆到了 像我们世间一般人 心比较清净 他能够回忆到他的童年 心再要清净 能够回忆到过去一身 过去二身 过去三身 那么这种事情 现在人称为特异功能 一般人叫神通 神通是从禅定里面带来的 佛的定功身 佛的禅定圆满 所以无量借钱的事情 他都能够回忆到 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 他的这个经验 那比我们丰富太多了 我们这短短几十年 所学的东西 实实在在不可靠 这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 绝对不是自卑 这是事实真相 我们从小所学的 学的是什么 是在这个现实社会 随波驻流 那么今天这个社会 又是什么状况 佛在《楞严经》上 所讲的邪死说法 如横或杀了 我们所接触的 都是邪之邪见 非常不信 自以为是 所谓的是 极非成事 大家都错了 我们跟他也错了 好像都是对的了 是非善悟的标准在哪里 在圣行人的心形 真正觉悟的人 你看看他们的思想 言论行为 那才是标准 我们学佛 释迦摩尼佛的心形 是绝对的标准 在世间法里面 过去中国人 从奉 孔老夫子的心形 未标准 孔老夫子的心形 在《论语》里头 宋朝 是非善悟的标准 四书是中国人 人生价值观的标准 这个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 可是现代人不念了 把自己 几千年来的 民族价值观 折掉了 随身 现前这个时代 邪知邪见 所以世间 这才有动乱 这才有天然在人后 这个灾难 实在说 是才开始 不时解锁 往后 还有更大的灾难 也许我们都能遇得到 如何能够消除灾难 事出事件 身形 都是这样告诉我们 从人心 转变 人心能够觉悟 转邪为真 不再随顺 不再随顺自己的烦恼 习气 不再随顺 现在一般社会 世俗价值观 我们翻过头来 随顺 圣贤的教会 这个灾难 就能够化解 你就能够住 政治正解 与一切 事离 通达无碍